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102連這一題 這答對率也是中間而已 所以它現在是一個等比跟一個等差 那等差的概念其實會對應到直線 那等比就是對應到一個指數函數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你一下想到它其實是一個指數函數 這邊的話有點是一個 10再加上一個公差 大概類似這種 就是說10加上 現在公差是多少 我們還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個10加dx 類似這種概念 所以等差就是直線 等比就是指數函數 當然是 就是要那個正的時候 正的時候才能看 負的時候就不行了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把它想成這樣子來處理 所以第一個圖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盡量把資訊用成圖 其實比較好思維 所以 因為它是負的 其實它 主要是負的次方 就是負的然後次方之後呢 它其實會 有點跳動了 就是說 你這次正下就負 下這次正下就負 就是它會交互的跳動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來畫一下 就是說 它其實會有點像這樣子 就是那個 對an而言呢 它就是會交互跳動 這裡在這裡 那下次又這邊 下次又這裡 就這裡 就這種感覺 an就是因為 它基本上是一個指數 可是它是因為有個符號關係 所以它會這樣跳動 為什麼會跳下面呢 因為它符號 對對對 就是多個符號而已 那bn呢 它是一個等倉 可是我們現在知道怎樣 v9 比a9 小 v10 比a10 小 可是a怎樣 這兩個裡面 一定有一個是負的 我們說a 對 a9 或a10 一定有個負的 因為它是正負跳動的 所以 但是誰是正負 我們不知道 所以至少有一個是負 欸 那就表示怎樣 v1裡面呢 也一定要有一個是負 所以重點就是v至少有一個為負 v9 或v10 至少一個為負 可是v1是多少呢 v1是正的 對v1是正的 所以表示公差是負的 所以我們主要是說它是一個公差就是負的情況 所以它就大概會長直線大概就會長成這樣子 那 a9跟a10 這是剛剛知道的 b10 但是 如果b9是負那b10一定還是負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b10這個就不能選 b9跟b10 因為它是公差是負的 所以越後面越小 a9跟a10 我就不知道 有可能有正跟負 有可能這裡是正這裡負 有可能這是負 這是正 a是跳動的 但我不知道它這個到底是正來負 你說因為a不知道是多少 所以我不可以這樣寫 不可以寫 對對對這不確定 對 好吧 就看你的手項是多少 第一項不知道它正來負 好那a8跟b8呢 那 也是不能選 就是 對 a有可能 a有可能是正 反正 在在之前 它有可能剛好是這個交會點 所以說例如說可能 現在例如在這裡 應該是 例子應該用這裡比較好一點 如果這是 a 就是現在這裡是 你看這三點 這8 9 10 不是 應該是看這裡 應該是看這裡 我要找 我要找那個反例 反例就是b比較好 比較大 b是 綠色的 綠色比較大 綠色比較大 這這裡也可以 這裡比較大 但是 這邊 大 然後呢 應該這邊都可以 如果這是b8 這是 b8 這是 a8 那a9 比b9 大 那 s又比b10 大 所以這3 反正 這反例都可以找到 因為前面的正負 是它沒辦法確定的 所以這是1跟3 所以 那我覺得 我當場第一次看的時候 也是覺得 會慌掉 就說 怎麼 對 又是一個沒有看過的問題 對 那 就是要慢慢去分析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分析出來 b為負 這題的關鍵 d為負是最重要的關鍵 那你延伸的想 就可以把它想成這兩個 兩個線的跳動 是比較有趣的部分 嗯